你可能 你每学期成绩都还挺平均的 唯独体育 每次把你平均分达低 所以啊 只要你提高你的体育成绩 你就可以提高那个0.1的计点了 可是 我这学期体育只抢了篮球 而且我跟篮球真的不熟 你跟我熟啊 你忘了 你男朋友我原本是 梁永年同学 这儿可是图书馆 你能不能小点声出话 夏淼淼啊 你现在越来越皮呢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脸塞进来 你轻点啊 从现在开始看 有什么不懂的就记起来 一会儿问我 好 晚饭也自己解决 李老师 跟方氏集团合作了一个项目 晚上让我们过去打仗 好 什么都说好 不喵喵太棒了 好 好 一百二十七 飞行期 我再去外面检查一下 好 你不用赶我走 我不是来帮你的 大超让我把东西帮她搬过来 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吗呀 赶上去投胎啊 大超 你搬了什么过来 美术社的图色本啊 放哪儿 放那儿吧 美术社的东西怎么是你在搬啊 我这不是抓紧一线 能在小玉面前晃的机会吗 拜一下哪天打动了 是吧 你这样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如果不喜欢的话 再晃也只是觉得烦而已 那我怎么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啊 那我也不知道了 我 你们到底商量出一个方案没有 何小姐 我们这边最快也得后天下单安排送货 我们明天就要装车出发了 你居然告诉我后天才送 你要我怎么处理 实在是很抱歉 不要跟我说抱歉 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要不您网上申请退货 行吗 明明是你们物流有问题 为什么要我退货啊 我来 喂 好的 就那样吧 谢谢 谢谢 我已经沟通好了 他们后天寄过来 然后再让新闻社留守的同学 想办法寄过去 我已经问过了 他们那里根本就不通快点 要怎么寄嘛 你别急 总会有办法的 你态度太强势了 会影响我们活动形象的 何欣 你先别走 好 帮我问一下夏淼淼在哪儿 你们夏淼淼干吗 我可不参合到你们的 爱恨情仇里去啊 那你把零霞电号码给我送 可以了 你想通过我 去线救国 我可不敢 我找他们有正事 正事我也不帮 走吧 拜拜